我们上海自贸区代表团 今天非常高兴到了皮洛特 接下来我们还要跟皮洛特自贸区 还要做更多的交流 我们这次到皮洛特的目的 就是加强两地自贸区 在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在我们互利共赢的指导下 我们加强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我们到了皮洛特 感受了皮洛特人民的热情和热力 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 这个塞尔维亚美丽的国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 特别是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要把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一些新的做法和新的想法 能够跟全世界的各个人民 特别是皮洛特自贸区 我们能够进一步达到共享 和全世界的国家 期待上海自贸区与皮洛特自贸区的沟通合作 取得圆满成功 期待我们这个区域的发展 能够取得新的规划 谢谢 我们想到有些公图的活力 即将亚国菱菱区并 Dotro 亚国菱区并灾和零兽灾或零兽灾 亚国菱区并灾和零兽灾 我们希望正是成功的出场 我们完成期間的功夫